在小石區裡, 有一群養狗的朋友 他們之間流傳著關於一名的士司機的故事 每當人帶自己的狗坐他的車 他一定會跟狗主分享他之前養狗的經歷 在很多年前的士司機養過一隻大狼狗 這隻狗的身形越來越龐大 而且食量驚人, 還不時大聲吠 令到隔壁的鄰舍都投訴他 終於有一天, 的士司機覺得負擔太大了 就想不養這隻狗 於是就把這隻狗放在大麻包那裡 打算帶他去郊外, 迷棄他 他一上到山頂, 立即放下那隻狗 然後就回到車上踩油離航 那隻狗在後面不斷追, 但終於也追不上 慢慢地消失了 過了一個星期, 的士司機睡著睡著 聽到外面有很大聲的撞門聲 他開門一看, 原來是他之前那隻大狼狗回來 他看上去很累, 整身骯髒, 骯髒 那隻的士司機很驚奇, 究竟怎樣可以回來 但他仍然很鐵石心腸 他打算再次放牠進一個麻包袋裡 再拿牠到郊外, 扔掉牠 他這次打算去遠一點 去一百公里以外的郊野公園 那隻狗一定不會找到路回來 那隻的士司機一路開車 而那隻狗就一路在麻包袋裡 嗚嗚聲地哭 去到郊外, 那隻的士司機打開袋看 裡面有很多血 原來那隻狗咬斷了自己的舌頭 他究竟是想沿路放血流標記 讓自己可以適路回家 還是他已經不想再經歷被人遺棄的感覺 想了結自己的生命 那隻狗終於失血過多死了 那隻司機覺得非常後悔 所以牠每次見到那些狗主 都會跟牠說這個故事 牠很希望那些狗主 可以善待自己的寵物 我媽媽曾經跟我說過 牠說如果我們都不要牠們的話 牠們已經沒有人要 所以這麼多年來 我們一共收養了十幾隻狗 有些是流浪的, 有些是被人遺棄的 有些是有病、有殘缺的 而牠就比較幸運 牠回來的時候已經很精靈、很可愛 我也不明白 為何牠之前的主人要遺棄牠們 其實養狗的責任也非常之大 當你要養一隻狗的時候 你可能要花你很多時間、心機 甚至要花很多金錢去幫牠醫病 但只要你好好地對牠們的話 牠們會成為你很忠實的朋友 所以養狗之前一定要想清楚 而決定了養狗 就要承擔你這個責任 要愛護牠們一生一世 不知青人 不知青人 我們有耶 賣